哈囉,大家好,我是志祺 那今天要回歸我這個王蟲KOL的身份 開箱我的新收藏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王蟲吧 各位,最近全世界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動畫雜誌 Animage跟基博力一起辦了一個展覽 在這個日辦 然後因為這個風之谷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風之谷原本是有漫畫的 它當初就是在這個雜誌上面連載的 所以這次這個展覽 就出了超多風之谷的周邊 機會非常的難得 一定要買爆 所以等等我會跟大家一起開箱 然後我會跟我開箱的就是我們團隊的剪輯絲秀 哈囉 好,那我們這次會買一臉不情願的樣子 硬被抓一個硬要開這個東西 給你開王蟲 非常的感謝 好,我這次買了它五個比較重點的周邊 那我等一下會開箱給大家看 不過在開箱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就如果你看到這個你想要買的話 坦白講不太好買 因為這個展覽呢,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低早結束了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釋出啦 但如果之後釋出的話 大家一定要想辦法去到日本好不好 去... 欸...你們去不了 我也想去去不了 因為那個竹鼓龍之友在裡面做了非常多 它設計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想去 好啦,不過在開箱之前呢 我們先進一段我們的工商服務時間吧 跟我們一樣有在經營YouTube的朋友都知道 要在短短的幾秒鐘 就讓觀眾認識你的頻道 並留下深刻的印象 片頭真的是超重要的關鍵 沒錯,今天我們要來業配自己的工作 除了志祺七七頻道以外 包含像是Jourman、蔡英文、公視台語台新聞的YouTube片頭 也都是我們的作品喔 那也正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在經營YouTube 所以我們對於平台重視的各種Mega 以及製作所需的專業流程都非常有心的 不論你想要透過設計來提升頻道的質感 或是想要為節目帶來煥然異星的視覺 簡訊設計的YouTube片頭製作 都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當然,除了片頭之外 我們也提供更多更完整的客製化服務方案 像是片尾、影片縮圖、字卡等等的節目包裝 全部都能幫你做到好 所以有需要的YouTuber們,趕快來信洽詢吧! 好,第一個要開的呢,一定是我們的蟒蟲 看到這個盒子,好不好?漂亮的盒子 外面就是Narushika的藍色 蟒蟲娃娃 各位觀眾,你有看過蟒蟲娃娃嗎? 沒有的話,現在讓你看看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很好 它的毛摸起來是非常細的,對,細的那種絨毛 然後呢,這邊是用有針的那種東西把它弄起來 然後旁邊呢,也有做好旁邊的這個側角 然後甚至連腳都做了 然後這前面的就是軟的,就可以動 我剛才知道雨昇跟土龍很過分 為什麼?他不喜歡 這個放在辦公室的時候 雨昇就一直說這個很像枝子 然後很像抹布疊起來 他才抹布疊了 然後土龍就說這個很像洗車的時候,旁邊的那個 喔喔喔喔喔 好,這個有點可愛 但我最不滿的呢,其實是這裡 你看它的這個下面 很像什麼,很像絲瓜嗎? 對,很像絲瓜,這不對 這蟒蟲呢,是這樣子一片一片的 喔是喔? 對對對 然後它的黃金束手就是在這邊這樣展出來 它盡力了啦 對啊盡力了,這樣像 一開始做好一件事就好了啦 沒有要求那麼多 但是這一次很特別呢 就是一般大家知道,我們蟒蟲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你買一隻就要買兩個 可是呢,它因為沒有出紅眼的 所以呢,我就買了兩隻 然後我想說到時候我可以把這個 蟒蟲紅色的 可能也不錯 是可以找人做的 對,但我現在有點捨不得 因為它這個展就突然提前取消了 所以現在網路上還不好找這個東西 雅虎拍賣竟然其實已經沒了 我就在想說這樣子的話 我還要把另外一隻改成紅色嗎? 那這隻多少錢? 這隻我其實忘記了 蟒蟲我真的沒有在看價錢 是不是這多少? 大概是14500日的 14500日 喔15000塊? 對對對,15000塊 就合理,為了蟒蟲 就偏貴,因為它做得很細啊 它連試都有做 而且又是限定的品 它一定沒有做太多隻 我覺得加了這個盒子看起來貴2000塊 真的,盒子就可以賣2000 因為我每次去寶可夢中心 都是瓦瓦白一堆 對啊,不會賣 萬一萬買一個瓦瓦竟然有送一個盒子 總之啊,這個真的是非常可愛 而且它這連線條它都有做出來 我一開始以為是它被壓到 後來沒有,它是刻意的成型 那你不會覺得 亡蟲就應該要是打蟲類的樣子 不應該長毛 長毛 我就想抱著它 這個東西講起來大家一定覺得我在唬爛 但是我大概在4月15號前 因為我之前不知道它到底賣什麼東西 然後我大概在4月13的時候 還夢到說 就是 王蟲夢想,好可怕 我就還夢到說 啊,就是會不會有王蟲褲娃娃呢? 好討厭喔 可不可以繼續做一個呢? 然後結果我在4月16號的凌晨 就半夜的時候我就突然想到 不是,昨天4月15號 應該已經開賣了吧 我路上沒有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去查,然後發現 竟然有 竟然有 然後馬上開那種各種代購 然後找朋友說 幫我買,給我幫我買 然後就買了一堆 哇,而且這個一定要去過展場才可以買 對對對 一定要找現場代購 所以我就是真的是請朋友 就趕快去買這樣子 可是它不是很豪寶 它不是很豪寶 沒關係 它這樣子摸啊 它可以這樣子摸,摸肚肚 對,你們都不懂 好可愛耶 期望之後還會有其他人釋出 但是你要跟我搶 你要搶頂我 或是你只要來簡訊設計上班就好了 剛剛沒有把王蟲放在那邊轉 我們還有轉的東西喔 就是在這個可以轉 你好驚訝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 我們剛剛發現了一個事情 我們要視野大家看 你看 看看三百多獅子的王蟲 它可以這樣子轉 好,我們要來開這個東西了 這個是 狄多 應該很多人會喜歡 就是狄多呢就是那個 納烏西卡的寵物 一隻狐松鼠 常常會在它的肩膀上面 我之前還把這個狄多 放到了官長的肩膀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隻 它什麼是藍色 它藍色嗎? 藍色是因為它在原版 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它是想要做藍色的 然後後來呢 還被伊藤敏翔說服說改為黃色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是要展現的是 它最前期的構想 所以它就做了藍色的狄多 其實真的蠻多人問說 為什麼它是藍色的? 很像是水精靈之類的 你知道你不要拿這兩個 很興奮跑進來炫耀的時候 我以為是波特拿著一步跑過來 波特是一步控嗎? 不知道 我想說 波特什麼時候這麼喜歡寶可夢 總之呢 這個就是狄多 藍色的狄多 很可愛耶 這也是質感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好好摸喔 對 這個的毛感又比原本的更多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個特別的是 它做得很挺 就一般的這種東西它會很垂 然後你不容易看到它的很多的截縫 對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做得很認真的一個 迪多娃娃 它不太有固定 另外一個垂就比較有固 它比較適合在你街外 總之呢 這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迪多一開始藍的喔 然後還有這個王蟲 就是這次買了兩個主要的娃娃 那再來我們就要來開箱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大家都會覺得我浪費錢 但是很漂亮 相信大家覺得會看的都會 我浪費都你為什麼要買 好棒耶 再來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王蟲的五色枝 很漂亮耶 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想說 這個是很多的顏色的枝嗎 但其實沒有 各種邊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藍色、紅色、黃色、綠色 跟白色的線 然後混枝枝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紫色的東西 你仔細看 它其實就是一堆顏色的紡織 混出來的 它是故意做仿舊 對它故意做 因為這個東西在風之谷裡面 比如說它傳說吧 跑一些傳說故事的時候會出來 它故意的做成這個樣子 而這個圖呢 它同時也是電影風之谷 它們開幕式的一個掛檯 這個小的可以掛在可能牆壁上面 而另外一個 這個又要幫我展開一下 這就是羽巾啊各位 被黃金觸手包圍 就是這天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浮海嘛 這邊有很多的 蕨類 然後這邊呢有不同的蟲 蛇肉菇 然後以及火雞 其實那時候發生的太陽 然後還有就是大王蟲 這邊就是很大的王蟲 歐姆在這裡 我不敢拿來洗澡 可能只能洗一次 我其實有點意外耶 因為它真的有點太老了 然後怎麼會在這個年代一直出 你可能發現台灣有一個人 他們出什麼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決定這個事嗎 快點來找我聊天 可能上次跟珠姑老師對話感動了他 我就拿一堆蟲過去給他抽 然後還有一堆模型 然後珠姑老師就傻眼說 他說你怎麼會有這麼多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 然後老師那次我就像拿著手機 然後我說可以拍照嗎 第一次看到這個 然後我就說可以可以可以 他就像一直碎唸說 這真的很多 這真的很多 覺得超可憐 聖哲到肥人這樣 我那時候帶了一大堆那個 限定的那個網場過 他說這不是限定款嗎 為什麼你有這麼多隻 好可惜喔 下去 我真的很恨 我真的很想去 但他這次結束了 我相信之後應該還會再找時間 我相信一定是有一群受眾 就是都喜歡豐志谷 然後在現在願意花錢在這上面 所以還會 他們還會一直開辦 那希望華為這個年代 真的太幸福了 最後一個 這個超大的一個 這是一個定 這就是後面的那個 非常大的掛毯 然後一樣是五色枝弄起來的 在光下面好漂亮喔 有點帥 所以這邊就是那一個 在黃金草原上面的 傳統會指引大家方向的 這個異國的服裝的人 下面這個我有點不太確定 我們有點忘記了 但下面這個應該是代表的 就是災厄之類的一些人 或者是女王那邊的那個帝國的圖案 我猜測啦 所以就是這個預言的圖案 就在就兒了 這個真的也是做得蠻漂亮的 它有做穿的欸 它很好 真的欸 對啊 這真的很好吧 我的臉都很正常 給大家看這個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石球 我喜歡蝗蟲欸 你喜歡蝗蟲 那好可愛喔 這個有人說很像蘑菇蝗 他有聽過佛印的故事嗎 佛印的故事 佛印的故事 但又裝大便你才會覺得別是大便 他的腳本都是蘑菇 沒有啦沒有 我只是想要整一下 他自己覺得買最值得的嗎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蝗蟲 因為我相信這種東西 他真的應該很難做 所以這個我會願意多買幾個 全部比較失望的地方 有失望的地方 一開始真的是複布 然後打開的時候是這個 一個刺 對我能夠理解他的功法的問題 但我就覺得 其實你不用把這個刺做出來 他反而會這樣亂亂亂俏 但後來就是覺得 他已經把一個布娃娃的功法 都已經用上去了 對 可以一輩子做好一件事就好 對對對 真的 哇這個好療癒的一句話 好療癒的一件事就好 然後讓我很驚艷的是 五色紙 我沒有想到 他可以把用這樣的技術 做得那麼漂亮 建成什麼的 他比印刷好很多 然後我覺得在 不管是王蟲也好 還是這個也好 我感受到的就是 有一群人真的 可能他們很熱愛這個作品 然後他們很想要 用現代的技術去做出 那個時候無法做到的東西 這個精神讓我滿感謝的 他畢竟就是一個 一九八幾年的電影 那個時候的技術其實非常的差 所以不管你去看到的模型也好 或是你看到 那時候推出的這個 蟒蟲的小蟒蟲也好 他其實都做得很差勁 但現在他們 這群人他們開始重新複製 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所以就覺得 每個東西我都很想要 他都是用最新技術做的 他會覺得 很棒 我一看到你買回來的東西 就是馬上想起動畫裡面 對 一拿出來就幫你撥BJ 然後馬上被版權 我的收益 我的收益 好啦 那今天呢 這個好奇七七我們就到這邊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們可愛的蟒蟲 此外呢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到更多的蟒蟲 那麼 今天這集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我們明晚再見囉 掰比 掰比 好 最後來個幕後環區 是教你覺得 這次買的東西 跟你耳朵上的這個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耳朵上的東西 耳朵這是什麼啊 我剛剛看了很久 這個是超人力霸王的一個角色帶的耳環 很帥欸 很漂亮的盒子 它就是上面掛著 然後這邊扣一個 它是三個甲子 三個甲子 你說這個耳環有多少錢 3000多塊 耳力啊 這個也是3000多塊啊 這個真的是 不求人 它是超人力霸王7號的頭當 你放錯了 我知道它是走 然後這樣 你要側面 它是這樣子 我知道它是這樣子啊 它會被丟出去吧 我記得它會丟 對它是可以拔起來然後甩 然後你可以來當不求人 你這張還是正確甩要怎麼甩 我不會正確甩 它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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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抓癢 那樣奇緣 沒有 這盒子也很漂亮 你覺得合理 合理啊 它很酷耶 這盒子一定懂我 完全懂 師兄好像買一個它戴不起來的腰帶 戴不起來的腰帶 我覺得也是它這個超爆長啊 這個完全不知道再穿一個 你看 這個真的很長欸 它沒有辦法再縮嗎 它是可以無限縮 但是就是 你知道 這是一個超級長 長到這個樣子 我這邊有這樣子的空間 等一下繞兩圈這樣 對對對 而且到底什麼衣服搭這個會合理啊 你可能它全身都穿得很 金束縫吧 沒有我覺得 你有的時候就是穿得很潮 但是 中間帶一點點動漫的東西 其實是蠻有趣的 我這個也是當初它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哇好想要有個時候我個人就不會帶 那我心裡就想說 我會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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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